好了 我们今次的主题是如何拆毁属灵的盈女 我想说一说 因为灵恩派 我是圣灵充满的 但我想说 圣灵充满的不一定是灵恩派的 灵恩派是有它的特色的 其实有很多地方我都不太赞成的 因为它里面很多时候说到 属灵攻击 家族就座 很多人就很害怕 但其实圣经说 你亲近神 与神有密切关系 处理生命 离开罪 有罪立刻悔改 立刻求主帮助 去胜过 一想发怒立刻处理 一想骂人立刻处理 立刻停止 烦恼很低沉立刻处理 这样就可以得胜的 就不用怕 因为有些人就说 你有家族就座 就算你相信耶稣 他曾经信但你收ilant 但在当天停 因为耶稣也有家族就座 又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了 那他就很多归咎于灵界 就是很多问题归咎于灵界 邪灵的攻击 但是我就会说 那个问题在我们与神的关系 还有我们有没有处理问题和罪 和生命中的情绪 负面思想这些问题 或者是各样的形类 就是我们有什么烂了神 烂了去认识神的地方 我们去清理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人就会将这个罪 归咎于魔鬼邪灵 所以他们说 一个熟灵的形类 都是说到 邪灵在你里面有一个形类 就没有说到 其实这个人的责任为先 罪是会带来邪灵的 但是不是好像 有些人会这么说 你有愤怒 我和你讲愤怒的邪灵 你喜欢有淫念 我和你讲这个淫念的邪灵 他以为这样的释放就会解决 丁而且有些人祈祷很大释放 不过之后又没有建立与神的关系 又没有处理生命 结果又是又回头了 我曾经参加过一些聚会 因为我经历圣年之后 第一我自己读神学 我是有一个圣经的学士学位 两个识经神学的石士学位 我很着重识经 但是我的心是很广阔的 我经历圣灵我觉得很好 经历神的爱充满我的心 我觉得好得不得了 我就很想结合和神的关系 和带着圣灵的能力去服侍神 我后来就参加了这个灵恩聚会 就想认识一下 如何在圣灵中运作 但是当我参加这些聚会的时候 我是失望的 为什么呢 我发觉第一 他们很少解圣经 经文呢 说一说就好像飞机场 飞机场就是经文 从不一身已经去了 不知道多少故事 多少其他的东西 就少讲圣经 第二就很多讲到 灵界的攻击 甚至那些经文都不支持的东西 譬如我自己曾经有一次 去听了一个群体 他很多时候讲到 医治释放的 他就讲到什么呢 他说约失 因为他接受了法老王三个礼物 这个戒指 是一个印 一个红袍 还有一个金链 于是他就受咒了 于是他后来就占卜 他就有一个 和那些弟兄说有一个占卜的杯 是否代表他占卜呢 其实他可以是一个 他就像是假扮做埃及人的意思 他不一定代表他占卜 他就是说 若失已经离开神了 他占卜了 现在做占卜了 这件事我真的觉得很牵强 但是他就正式教导训练人 那我就觉得 你从那经文有没有达到的结论呢 对于这个属灵的盈旅 也有很多人讲到什么灵 什么宗教的灵 那可以有的 这个好像很固执的心 但是我觉得是心才可以邪灵影响 可以 不过首先管理的是同神关系 和管理的生命 所以我对于这个盈旅的看法 我是用圣经去找 圣经去找 第一 认识盈旅 我们先读过这个经文 我们争战的兵器 讲不到后书十章四到五节 我们的兵器不是熟血气 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盈旅 这里讲到争战 打仗 以及攻破这些盈旅 那这些什么盈旅呢 是计谋 各样的计谋 就是人的思想 那些负面思想 负面信念 各样难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就是难所人认识神的那些骄傲 觉得骄傲 一概攻破这些一切 然后将人所有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叫他听基督的说话 所以这里讲到盈旅 是讲到攻破他里面的负面思想 敌党神的思想 以及他的骄傲 难所人认识神 以及他的心意没有顺服基督 这就是盈旅 在这里是没有讲到 哇 你这些什么灵啊 什么灵啊 耶洗别啊 他们很多时候讲 耶洗别 你有耶洗别的灵啊 什么灵啊 就是那些盈旅 但是圣经是没有讲到 但是你犯罪 是不是会被魔鬼攻击 会有 一定有的 因为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偷窃杀害毁坏 是有的 不过这个都是源自人的罪为先 就是这个处理方法 不是只是赶邪灵 而是处理和神的关系 和处理罪 而是帮这个人 完全信服基督 当一个人听了基督话 那些盈旅就会攻破了 听完耶稣说 处理所有的问题 这些盈旅就会攻破的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我经过盈旅是什么呢 包括潜意识 就是潜意识里面 包括了一些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情绪 觉得我没用的 那些人很坏的 那些人害我的 我是一个自卑的人 一个蠢材 这个思想就会影响他和神的关系 以及一些不合乎神的情绪 信念和行为 容易发脾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在公共车里 看到有些人碰撞 一个人 那人一路骂到 直到那个人下车为止 那些人 麻烦你不要骂了 哎呀 碰撞你一下 那些人又 又骂他 他又骂他 永无止息 甚至对方都不出声 他还在一路骂 骂了很久很久 那些人真的觉得 哎呀 麻烦你了 静一静 那你可以想象 这个人家里的情绪和思想 他有什么形类呢 他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是很坏的 他们针对我的 我要对抗他 我对抗他 我就比他更好 我骂他 我就比他更好 那这种思想在他里面 很扎根 这个是他的形类 其实我们个人都有这样的成分 有些情绪 或者信念 什么信念呢 譬如其中一个信念都影响了很多人的就是 我一定要结婚 结婚是好的 神为你安排是好的 但是呢 有时候真的找不到属神的配偶 圣经讲到不要跟那些不信的人配合 我曾经试过一次去旅行 有个人跟我说 他说这个经文呢 因为他知道我是牧师 因为我们聊天 他说这个经文不是讲结婚的 因为很多人说结婚 他说不是讲结婚 是讲做生意 或者什么结合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圣经有讲到 他说如果一个女人 他的丈夫死了 可以再嫁 只是要嫁者在主女的人 这个经文都很清楚 而且讲到这个 与不信又与不相配 就讲到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交呢 那你结婚当然是相交 夫妻当然是相交 但是他听完我呢 他又在这个旅程是绝对不理我 是绝对避开我 因为他有一个坚固的信念 当他就认为他是解经 他为什么认为识经呢 他说如果这件事这么重要 圣经应该说结婚 不可以跟不信的人 他没有说 所以不包括结婚 这个圣经也有些疑问 没有说 圣经没有说吃烟而已 有些东西没有说 是不是一定那些东西不对 圣经没有说到网络攻击 圣经没有说完所有东西 是不是一定那些东西就OK 不是一定有圣经的原则去分辨 他有这个信念 是这样的 基督徒是可以跟不信的结婚 因为他觉得结婚很重要 结婚如果神为你预备 是非常美好的 但是如果没有预备的时候 我们都开心做人 不要像很苦很苦那样 这个是一个信念 或者他的行为 容易骂人 容易激气 容易受人伤害 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很容易受伤 那个人赞别人都不行 赞他就是说你不够好 赞他 你很漂亮 就是我丑样 你又不赞我 就是我丑样 别人都没有说到 他的行为很容易受伤害 加上坏习惯 还有固执 就是有些不好的习惯 其实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这些潜意识潜伏的问题 多少这些负面的情绪 信念 行为 和坏习惯 和固执 心里面 其实基本上是你这么看的 如果你很多时候都会很不开心 很烦恼 觉得人们很坏 觉得世界都是不好 觉得做基督徒真的很难 觉得做基督徒都是很多苦虏 这些都是形类来的 总之凡是负面的东西 就是一个形类在你里面存在了 并且你发觉是会持续去做的 就是你继续都是烦恼 继续激气 这个就需要处理的 那能不能处理到呢 只要你立心一定处理到 譬如你说你固执是否可以处理到呢 当你说其实我都会错的 不一定我全都对 那我们就听听人的意见 就算听听儿子女 和孙子的意见 不一定是错的 有时有些人就觉得 我当然比子女 当然比孙子 当然比孙子 孙子那么小 这四个怎么会是对的呢 有时这个观念未必是对的 有时是固执 就是我们可以一步步处理的 这里说到公破一切的形类 有些什么形类 这里说出了 埋怨人 有些人很容易埋怨人 是觉得 每个人都欠了他 那些人都是对他不好的 神都对我不好 你看人家多好 我又没有钱又有病 神都是对我不好 于是心里就埋怨神了 或者不信神的爱 因为他不相信人的爱 因为人伤害他 所以他就觉得 这个世界的人都没有真正的爱 所以他就觉得 神都不会爱我 就算爱也是爱那些人 怎会爱我呢 或者容易发生 在里面好像火山那样的 随时爆发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里面积传很多愤怒 有时我们遇见的人 真的不好 有时你的家人好不好 但有些人就会很愤怒 我老公我老婆真是很坏的 他经常骂我 他经常顶纏我 经常伤害我 这个世界的男人都是坏人 那些男人 真的应该把他丢下地獄才行 在他心里面 一有人顶撞他 立刻 这个人 好像我老公老婆 真的很坏 他里面的怒气好然发出来 你发觉自己是这样 我们需要醒觉 知觉 我很愤怒 为什么愤怒呢 不要只是说人家坏 所以我愤怒 是自己 好似有个引爆的 一条人在这里 随时的那些东西就可以引爆 或者看小人 就觉得 看小人很多时候 其实来自自卑 因为不够人好 不够人好 小小都被人弹 你看人家多好 你看人家多好 你看你哥哥多好 论书多好 你什么都不行 你又留堂又留班 什么都是留 他就觉得自己不够好 他就要 争够自己 我要证明我比哥哥可 我要证明我比哥 Delete 这样的时候 他就会轻驾人 你看他做些东西 是幚iste 不是真的 有这样的人有问题 他就会有这个倾向 如果有机会买 ᴄ 他就一定会买 因为他就觉得 我踩他一下 我就会升高一些 用他作搭脚石 我踩他就可以升高 但是其实这个是很愚蠢的 为什么呢 因我们要轻驾人 神 mixing 神不喜悦 自然的福气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 总之我们的想法少许是轻按人 有人说了一句话 当我们认识一个人三秒钟 我们已经判断我们如何对这个人了 我解释为什么 当你见到一个人 又寒贝 又巢皮 说话又嘎嘎嘎 香音 这个人我还是不会喜欢跟他做朋友 有时人会这样的 这个人很聪明 他这么漂亮 又这么聪明 穿衣这么华丽 都是不适合我的 他都不会看重我 我们立即会有一种判断 人在接触一个人 一会儿就会觉得这个人不是我的样子 我还是不能跟他做朋友 就会即时有一个判断 人是会有判断的 判断的问题是这样 我们分辨是没有问题的 判断是定了死罪 他就是这样的 他是没有改的 永远都没有改的 这个人就是没有希望的 这个也是一种刑律 对于人有一种负面的看法 或者容易伤害人 容易骂人 嘩 嘩 嘴里 这些都发出 irgendwie 那些伤害人的说话 也都容易受伤害 人们说的那些说话 那个人没有看我 他进来也看不到我 好像看不到我 他看到其他人也不看我 他跟别人聊天也不跟我聊天 他一定是看小我 他觉得我没用了 这些就是一些容易伤害了 或者人家说些什么 就觉得你是人身攻击 你是攻击我 就是说我没用 说我不行 说我蠢 没有知识 即是即时很容易受伤害 任性也是一种的刑女 有时有些人仲子女 以为仲子女爱他 爱他 他将来被爱了 这种宠爱未必是好的 他就会任性了 我以前曾经去过宣教 很多人排队等火车 火车过了时间 过了时间火车都不来 个个都很心急 有一个可能五十多岁的男人 在后面冲过这些排队的人 不停走到最前面那里 跟着一个玻璃的杂 一脚踢下去 踢到玻璃爆了 跟着就走到火车 即是等火车那里 两分钟之后被人 两个人挟住他 拿回来 为什么呢 踢破玻璃 当然要佛 那天 几十岁都这么任性 可能还坏了 其实小朋友 小时候的行为 将来大过很容易看回 他小时候 那些不是哭 那些是扭人 他翌日大过 又扭老公 扭老婆 你又不疼我 你又不疼我 你又望日 第二个女人 即是他就任性 扭脚 因为他小时候扭习惯 所以他大过也扭习惯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 你见到扭习的人 你了解他小时候 他也是扭习的 自卑 觉得自己也是没用的 自己不及人 即是我也是蠢材 我也是没用的 神怎么会用我 我都不能发挥的 或者是好性 自卑的相反 要支持自己 就要叉择自己 一定要叉择自己 总是要打拗自己 肯定贮个人 而被人说 这个车很漂亮 哪里是呢 那间更美 这间屋很漂亮 哎呀 那间更美 总是要比你更加好 即是不能够 即是你说的 可以很明确 英文有一句说话 One upmanship One 一个 up 在上面 问一个人 就是说这种心态 就是要比人高 总要证明自己比人厉害 或者记仇 人家做了什么错事一生都记仇 我那时候认识一个传道人 他传道人跟我说 他很坦白 他说我小时候都很记仇 我不是批判 他真的说出来 我说有些人真的 他小时候 为什么呢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他小时候的遭遇不好 他就处理不了 于是他心里就觉得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他就记仇了 还有 有些人就放屁了 什么都不想做 这也是一种刑虑 就是觉得我怎么会有用 我怎么可以发挥生命 就浪费了一条命 不能够发挥生命 这个也是圣经警告 不走懒不结果子 就撑下来了 丢在火里烧了 自我中心 什么都是 看看人们怎么看重我 人们怎么听我的话 都是看自我的 或者固执 自己是最对的 自己说的最对的 老公老婆说的 当然是错的 那些子女说的 当然是错的 新闻的当然是错的 我就是对的 就是批判人和神 他们哪里可以的 他们只得表面的 没有的 其实是假的 这个容易批判心 就是见到人 做什么都在心里批判 你看他煮的食物 不要吃的 我煮的才可以的 这种是一种 就是好像心态在里面 不顺服神 不肯听神话 就是神叫他做的 他总是不肯听的 你听神话 但是不行 怎么可以这样的 怎么可以这样的 怎么奉献的 怎么可以这样 或者是抗拒神 甚至神要我做这些 神真的不公平 神对我不好 如果我们大家发觉 我们有任何 总之这些负面的东西 敌党圣经的东西 敌党人的东西 在里面成为一个 坚固的想法 坚固的情绪 坚固的信念 这些都是影响我们的生命 破坏生命 为什么有些人 总是和神关系有问题呢 总是不会能够和神建立关系呢 因为他里面有形类 他觉得神也是对他不好 觉得神也不是慈爱的 在他心里面有这些负面的想法 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去拆位 最重要 想拆位这个最重要 我要 我要 我决定 我不要生命里面 这么多垃圾 卡住了 有些人的心是卡住了 真的 我认识有些人 人際关系又不好 是真的没有朋友的 去到教会 有人帮他 他又没有什么接受帮助 又容易又说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他就说 教会的人个人都不好 其实人们常帮他 但是帮不了 diseases 人内也 Wall 因为很多这些负面的想法 人際关系又不好 跟神关系又不好 工作又不好 又被他撕了又 MON 又常常炀恼又病 又失眠 哇 辛苦不辛苦呢 其实刑旅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如果大家发觉 你睡觉总是容易想一些不好的东西 那你是有些盈虑的了 你和人容易发脾气 是有些盈虑的了 总之有负面的东西出现 就是盈虑 那我们就需要去处理了 又不用定了自己的罪 我真的有很多盈虑的 不行了 总可以改善 你改善神就欢喜了 一杯凉水神都欢喜 何况你改善 悔改 神一定会欢喜的 好了 那盈虑如何形成呢 我们都需要明白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盈虑呢 首先呢 这个针研4章23节那里讲到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因为从小时候开始心发出 有时候父母太中他 他觉得人人都要听他的说话 他的心就定了一样东西 自我中心 人人都要听我的说话 他一生从那里发出 所以其实教育小孩子 最好由小时候教他一起做事 不要以为他小时候 做得不干净 不要紧要的 他做 总之他做 学做 小时候都叫他掃地 叫他做一些东西 他就责乱一起参与 你有份啊 我们一起这餐饭 你也有份煮啊 他有份啊 他觉得他有责任啊 但是有些人他保护过小朋友 有时从小到大都不会让他做事 就好像怕做到他那样的 保护他 疼他 要什么就买什么给他 他以为这样最好 但其实呢 令到他自我中心 他就被人伤害 或者他的教导 他的看法 宠爱啊 影响他 或者被人否定 或者别人说他不行 所以他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这种人 我见过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一说话就说 不是 就是别人说什么都好 好有意义 但他后来可能是赞成的 但他第一句就说不是 接着他就说赞成 我留意到有些人 他的习惯是要先否定的 或者他被人孤立了 就是别人不要他做朋友 因为他不懂得跟别人相处 不懂得关心别人 其实中坏的孩子是很难的 为什么呢 他出去发觉那些人 未必每个人都这么中他 他就被人孤立了 跟人关系不好 或者自我批判 哎呀我都是没用的了 就是别人对他不好 别人批判他 他就自己批判自己了 亦都被人分途 就是可能他的家庭 他的朋友 个个都是坏人 个人都不好 他就被人分途影响了 或者 经常上网看 看一些不好的东西 这个世界呢 现在的YouTube啊 Facebook啊 全部都是 你看什么他就给你了 有一个不好处啊 就会令到你以为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看法而已 它永远都是一种看法 你的政治看法 对于人的看法 对于社会的看法 你是一个看法呢 他就会觉得 他一直给那些改变的东西看 那你就会觉得 全世界其他人的看法 全部都错了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有一个客观的心 都明白 另一种的看法的人 为什么有这种看法呢 我们明白 接受 虽然我们知道有问题 接受他有这个事实 不是接受他一定是对的 不是一定是对的 不过我接受 他们是有这种看法 所以我就不会批判他 我不会恨他 人们也会被这些分途了 就是经常看这些 就会被分途了 他就觉得 全世界只有一种看法是对的 所以现在的人的思想 是极端化多很多的 还有世俗负面的影响 就是这个世界 因为看电影 很久之前我看的 其实我回来香港看的电影 发觉 跟以前我小时候看的 不同的 现在的这些呢 我不知道现在 因为我没有看的 不过我大约十几年之前 二十多年的时候 看的那些画剧 他已经做了什么呢 那些小朋友 拼嘴拼到父母 拼得他好像他很聪明 他在电视节目里面 都是那些小朋友 拼嘴是聪明一点的 这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其实是很差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小朋友在家就跟着他学 学他的样子 好了 当有这些伤害的时候 没有处理好了 那就会影响这个人的 情绪、信念和习惯 影响他的内心的情绪 和他的信念 他觉得人都是坏的 觉得自己都没用 或者觉得我自己比杀人的 或者养成一些坏习惯 就是慈恤 喜欢骂人 喜欢发脾气 喜欢批判人 好了 这样呢 他的后果是什么呢 一生人都一路受伤害 又苦毒 心里面很怨恨 这个世界负面看人 觉得自己没用 信念歪曲 这个世界全部都是坏人 所有的新闻都是错的 有新闻是错的 也有新闻是对的 他觉得什么都是错的 有问题的 歪曲的信念 觉得教会都是哄人的钱 歪曲的信念 或者一些坏的习惯 错误的逻辑 这种是错误地去判断人的 他说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就是形成坚固的刑类 一些很稳固的刑类 很难改变 结果他经常会逃避人 不同人相处 因为他不喜欢人 他逃避事情 他会逃避他的责任 逃避神 他会在心里愤怒 低沉 自卑 或者鑽牛角尖 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 不过这些是一些表现 就是他形成了一些 一生的习惯 所以我们也要留意这些习惯 好了 影响我们的什么呢 下面的经文先看看 忧伤的灵士骨枯干 当你经常都忧伤自然 身体会受影响 情绪会受影响 整个生命受影响 恨能挑启争端 当恨人的时候 最容易和人吵架 还有魔鬼就来偷窃 杀血违坏 那么 刑女造成什么影响呢 当人逃避人和事 憤怒 低沉 自卑 鑽牛角尖 我们上次讲到那些 接下来说 人制有问题 家庭有问题 事事失败 活得痛苦 有些人 有些人和夫妻相处不好 离婚 那些人比较好 或者有婚外情 那些人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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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痛苦 那美好 他跟我强眼 心得失望 追忽人生失望 对自己的失望 放弃人生的目的 他的生命被拆毁 年轻人不仅仅会 彼此 rubber 真的有点 터pe 你爛了一隻牙 它會爛在旁邊的那隻 它可以影響旁邊的那隻 總之會有任何問題去影響 其實很多東西都有影響 有些人不知道 拆牙不拆牙 我鼓勵大家學用牙線 以及去牙醫洗牙 有些人不知道牙的問題這麼大 很多人都有牙周病 他覺得不要緊 牙周病又不能死 如果你發覺你的牙邊是有紅邊的 你發覺你拆牙的時候有血 或者你吃蘋果是會有血的 我小時候是這樣的 因為那時候小時候的家沒有教授牙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有些人以為不要緊 其實很重要 因為小小的牙周病進入你的身體 可以進入你的身體任何一部分 可以有很嚴重的病 但有些人不知道 原來一件這麼小的事 可以影響整個人 我認識這個人 他想要去刀牙根 他去到牙醫轉開牙 誰不知他又後來 改變主意不想去找牙醫 他就這樣算了 他後來怎樣呢 那些菌就在那個洞裡進去 進去之後怎樣呢 接著他就令到他中風 那些菌去到他的心臟 令到他中風 這麼嚴重也可以 所以有時候有些小問題 不去處理都可以有很大的問題 我們就小心了 真是我們生命裡的營餘 無論多小也好 都可以破壞 好了 既然營餘這麼嚴重 為什麼要去拆毀呢 為什麼要去拆毀呢 首先我們認識什麼難做 我們去拆毀營餘 因為很多人 為什麼一輩子都固執呢 為什麼一輩子都固執呢 原因 有錯誤的信念 覺得耶穌也幫不了 人也幫不了 教會也幫不了 全人也幫不了 所以就不會找人去幫忙 有一個錯誤的信念 都是跟耶穌也是不行的 或者不願意謙卑 很驕傲 不願意被神去改變 或者習慣負面 有些人會覺得 有時候我教導別人 你試著說些說話 是柔和的 比人舒服的 恩典的說話 有些人會說很假 很假 你的心是負面 當然是假 但是我們改變我們的思想 你發覺人多數是說話 說什麼呢 我告訴大家 大家留意一下 人多數是說律法 要求 快點洗碗 快點做什麼 你洗得不乾淨 這個批判 第一就是吩咐人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第二 你做得不夠好 你跟著人身攻擊 你也是沒什麼用的 你也是蠢的 很多人的說話 都是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恩典的說話是什麼 很多恩典的說話 神愛我們 神關心我們 提升我們 我們做什麼小事 神都歡喜 但是我們很少跟別人說 你煮飯給我 我真的很開心 你做工賺錢 我很開心 你打好一個架 在家裡打好一個架 我很喜歡 你做得很好 但很少賺 老夫老妻賺什麼 大家都知道 心知肚明 很少說正面的說話 你真是好 我真是喜歡你 我真是歡喜和你一起 你上一次有什麼時候跟別人說過呢 有沒有說過呢 有些人說 都沒有這個習慣 習慣就是 快點煮飯 快點洗碗 掃地 都沒有掃乾淨 總是要做什麼 律法 全部都是律法 如果聖經全部都是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其實都很慘 要做什麼 又沒有做什麼 要佛 整天都是這樣的關係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錯誤的信念 就是總是律法 當人時時在這種錯誤的信念 又不謙卑 又負面 習慣了負面 習慣了批判人 又沒有被醫治 這個問題 難了 於是一生就停滯不前 所以為什麼 那些人信耶穌幾十年 都是跟神關係不好呢 有些初信都可以很開心 他信了幾十年 都是這麼煩惱的呢 因為下面的經文也說到了 針言二十六章十六節 懶惰人看自己 比七個善於應對的人更有智慧 那個懶惰人 都覺得我比全世界的人都聰明 你們個個都蠢 自以為是 這是什麼意思 詩篇九十二篇六節 蓄累人 不曉得 慾患人 也不明白 即他們不明白 什麼是真理 不明白人的心 不明白神的道理 針言十三章十節 聽勸言的 卻有智慧 聽人勸告 反而有智慧 但是很多人是不願意聽的 所以這些就難了 人的驕傲 人願意改變 人的固執 和人的傷害 就令到我們很難改變 那我們有什麼動力去改變呢 這個動力不僅應用在處理營慮 是任何問題都可以處理 這四點我希望大家記實 第一 第一 神充滿愛和大能 祂很體重我們 很關心我們 祂充滿能力 凡事都能 第二 神很愛我們 我們個個都寶貴的 第三 愛神 親近神 遵從神 侍奉神 處理生命 一定蒙福 第四 犯罪不聽話 一定有破壞性 這很簡單 神是掌管一切 你聽話神就看到 你愛神神就看到 你遵從神神就看到 他看到你聽話 聖經很清楚說的一件事 我們要明白 聖經說到 祝福和喜悅 神喜悅和祝福的人 都是因為這個人肯回應神 神是愛他的人 預備眼睛未曾看見 二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 先求神的國和義 這一切交給我們 聖經說到 當你信耶穌 你的生命改變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我們是信耶穌得救 但是你信耶穌 聖靈主在你心中 就會推動我們改變 推動我們改變的時候 我們跟神有關係 改變的時候 神就喜悅 就祝福 聖經是這樣 聖經是很清楚說的 不聽話一定有破壞性 不要再犯罪恐怕 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而聽話一定祝福 而神是長官一切的 不會走雞的 很多人覺得神是會走雞的 為什麼呢 他明明騙人 他信耶穌 他會騙人 他會罵人 他會罵人 基督徒也會罵人 為什麼他會罵人 他覺得不重要 聖經警告 凡馬弟兄是拉加難免地獄的火 罵人是蠢才 難免地獄的火 你有沒有罵人是蠢才呢 所以我們避免用這個字 很蠢 不要說人家很蠢 這些說話 是不會走雞的 神看到的 我就是很深信神看到的 所以我不敢犯罪 我以前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我真的以前有錯誤的觀念 我靠耶穌圣便可以了 我沒有看到這句經文 有時看了經文看不到 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慘 更加厲害 就是他會有後遺症 你罵了人 你求主世面也請他原諒 但是那個人也會有一個印象 不要再罵他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次 我來到這個教會 有一個人撞我一下 我跟著罵他 有什麼後遺症呢 很大 他們就會告訴傳道 二牧師今天罵我 二牧師原來很容易發脾氣 二牧師很介意 破壞了我的事奉 破壞了我的生命 我不是只做給別人看 我是真的這樣 我真的聽耶穌話 我知道我不聽耶穌話 後果自負 是不是 後果自負 所以我聽耶穌話 也一定得到祝福 這四點很簡單 神掌權 神又看宗我們 神又愛我們 聽話 親近神 遵從神一定無福 不聽話 犯罪一定不好 所以有刑慮一定不好 那你要哪一種呢 你喜歡吃垃圾 還是吃好東西 有沒有人喜歡吃垃圾 沒有人喜歡吃垃圾 吃垃圾的後果是什麼 生蟲 死吧 犯罪 有刑慮 後果一定不好 所以我們有什麼罪 我們留意到 我們就聽耶穌話 去處理 你搞不定 請你的傳道幫你 拜託你幫我 我搞不定 我的脾氣 我的負面思想 拜託你幫我 他一定幫你的 這個就是 處理生命的動力 一定祝福的 聽耶穌話 一定祝福的 而沒有煩惱 是一身輕的 沒有罪 沒有重大 沒有營慮 大家試試一起飛 一身輕 沒有煩惱 一身輕 沒有營慮 神就是喜悅和祝福 是否好 背著重大 是否好 當然是不好 所以你明白 沒有煩惱 沒有重大 沒有營慮 一身 所以這就是動力 好了 怎樣 首先我們要受傷 要得醫治 受傷害得醫治 以采述書錄一章一節 那裡講到 猜忍我醫好傷心的人 怎樣 因為受傷就會帶來營慮 即是你的傷害沒有處理 我們處理營慮 第一要處理傷害 譬如你被人罵得多 父母 配偶 子女 鄰居 街市的人 罵得多 你心裏面有傷害 有怨恨 這樣的時候 第一 第一 相信神愛自己 和祝福自己 我是寶貴的 神看上我 愛我 第二 深信神 叫我們變得更寶貴 我們可以變得更寶貴更重要 第三 深信神會賜恩給他的人 我愛他 他就祝福我 然後回去受傷害的情境 釋放自己 你被人罵 你在祈禱的時候 神啊 在我受傷害的時候 你怎樣看呢 神一定關心我們 神在嗎 我們還未信耶穌的時候 或者信耶穌被人罵的時候 祂在嗎 祂一定在 你就問耶穌 耶穌啊 你當時怎麼看 神會給你這些意念 你會看到什麼呢 根據聖經 神會關心你 神會想醫治你 想安慰你 神會提升你 神不會說 被他罵了 罵了 罵到夠了 神不會這樣 神一定是想釋放我們 所以你說其實那個人 其實是很慘的 那個人罵我 其實是很慘的 因為他被罪捆綁 他有很多刑慮 其實你要發現 你明白刑慮的觀念 你要發現 你周圍的人 也有很多刑慮 是不是 很多人 那些刑慮 是重重疊疊 緊扣實 真的拔也都拔不開 他容易發怒 負面 容易罵人 全部都是卡在一角落 整個生命是很慘的 很慘的 那我們就釋放了 其實他很淒涼 在下面第六點 看書和謠書傷害我們 其實他們很慘 因為他們被刑慮綁住 所以他們常常罵我 而第五 從任何經歷看到神給自己的祝福 其實神經常看到很多次祝福我 就算那個傷害 其實不重要 神會給我 神會將福音念給我 第七 常以神為樂 喜樂的心乃是良弱 那意思是什麼呢 受傷害的情境去回 是不是這個受傷害就是絕望呢 神怎麼看我呢 神是想醫治我呢 其實神是想醫治我的 我是寶貴 所以我可以放手 那你就每天祈禱 耶穌安慰我的心 我是被愛的 神是看重我的 祈禱的時候可以釋放自己 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一邊相信耶穌愛你 又相信耶穌醫好傷心的人 進行信化 主耶穌愛得的 讓人盡 significa 主耶稣安慰我 又可以唱 以至我 主耶稣以至我 有圣经告诉我 第一 先想象 深信神会祝福我 那些人伤害不了我 那些人其实都是受伤害的 我不用介意 我听话神就祝福我 所以我不用将那些伤害积传在心中 我每天有耶稣爱 我耶稣的爱和我一起亲近神 心就愈愈松了 今天就松一点了 我今天亲近神就松一点了 神就欢喜了 所以我可以开开心心 我都好几次说 我亲近神就喜欢了 神因我们欢恩喜乐 而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所以我亲近神又欢喜 我遵从神又欢喜 我善待人神又欢喜 所以我每天都开开心心 哈利路亚 那你的心就会逐渐得医治 好了 如何拆异形类的方法 随时留意自己有什么负面的思想情绪行为 就是时时留意到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还有自动反应是不荣耀神 和不顺服神的 凡是那些说话行为 负面思想情绪 是不荣耀神 不顺服神的 第一 留意到 容易发生气 容易发生气 容易发烂炸 容易埋怨人 第二 找出这些东西的来源 是否自己被人伤害 没有处理到呢 是否有负面情绪 在里面积存着呢 我想大家记住一件事 如果你那天受人伤害 你没有化解 譬如被人罵完 要化解 如何化解呢 神爱我 不要紧要的 他骂我 不会伤害我的 他不能拿走我的好东西 他的骂我说话 只是停留在空气半秒而已 已经走了 我不要抓紧他的说话 有些人就是这样 人家骂你一句 别用 蠢 他就抓紧他 他说我蠢了 他说我蠢了 哎呀 好惨啊 他说我蠢了 他说你蠢了 我蠢了 他说你蠢不代表你蠢了 不用抓紧 不要紧要 我有我的智慧 神让我智慧 我哪是蠢了 我没有蠢 我们的心 就不背着他的伤害了 而神会给我的 其实这个人也是受了伤害 所以会伤害我 所以我不用介意 其实 这件事很重要 很多人会伤害我们 因为他受了伤害 所以他容易会伤害人 所以我不用介意 反而要练吻他 好了 我们就留意到 找出这些来源的伤害 我们医治的伤害 负面的情绪是哪里来的 容易被人打击 有些人信一样的观念 人骂我我就要发脾气 这是错误的信念 他骂我 我要骂他 很多人相信这件事 他骂我 难道我不骂他 有没有搞错 那就不公平了 越骂就越不公平 因为你骂他 你发生气 你自己又有罪又有问题了 所以他骂我 我呢 太极拳有句说话 四两拨千斤 不要紧 没有所谓 不死得的 哈利路亚 哈哈哈哈 不要紧的 用圣经的观念化解 有什么所谓 他骂我 他骂我 就不一声就已经走了 不要紧 他的说话不会流传 不会存留在这里 神的说话就永远长存了 好了 负面思想 或者自卑 觉得自己没有用 或者错误的信念 有些错的看法 很多错的看法 就是觉得人很坏 社会很不公平 世界是不好的 神也是偏代人的 或者价值观 一定要结婚 一定要有钱 一定要比人要有力 一定要有赞 这个价值观是错误的 或者被世俗影响 要好似那些人 穿衣服 穿得这么漂亮 穿着名牌 要有钱给人看 这些是世俗的观念 用圣经的观念 处理和化解 不熟神的东西 自己总是容易发怒 总是固执 我们就用圣仙的经文说到 那些愚蠢的人 就觉得自己比七个智慧的人 更加有智慧 其实自己是愚蠢的 我要化解这种观念 不要固执 听人的意见 那个意见有没有对的地方 我就听他意见 有没有错的地方 我就承认 但有些人永远都不会看自己错 总是看人的错 我们就改变 用圣经观念改变 改变就是说 人难 我不要紧的 我是宝贵 我是重要的 我的生命有奇妙的话 我听从神 神就会提升我的生命 而多一些亲人实立 先说第三点 是思想改变 我们记得 我们改变的人 一定是思想改变 用圣经观念改变思想 接着第三 神改变 两个人都要改变 有些人只是神改变 祈祷 但是思想没有改变 应该被人骂完又哭过 我试过去聚会 他们做释放医治 有个人哭得很厉害 我很久之后 两三年去到 又哭得很厉害 让一个人参与侍奉 为什么哭得很厉害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原因 可能他家里的老公不好 或者他有些很凄凉 一祈祷 哭有两种 一种是很感动的哭 他又不是感动哭 他是 哇啊啊啊啊 很惨的那种 很惨的那种 很惨的 哇 为什么这么苦的呢 因为他经常着重 只是灵的释放 就没有着重思想的改变 思想的释放 那个心里总是觉得自己惨 觉得自己惨就会惨的 不是一定这么惨的 被人骂不是一定很惨的 因为神看中我 我听神说 神会祝福我 我有平安喜乐 虽然我家人骂我 不要紧 我一转身 我已经起落平安 神欣赏我 我天天都可以开心 这是一个神的智慧 圣经说了 一杯凉水 神都喜欢 我亲近神 神都喜欢 那为什么我不开心呢 我天天都可以开心 人算什么 人能把我怎么让 这些是圣经的观念 所以我们思想改变 被圣经改变 接着是 跟神相处 被神改变 被神的平安 和爱去医治我们 再建立正面的信念 反应 和待人接物 和情绪 更加正面 有人骂我们 好 我留意 多谢你提醒 请我留意 有人骂得不对 请你告诉我 我哪里做错 我这才说错什么 拜托你告诉我 你很柔和 他又说不出 他只喜欢骂你 他说不出 你又不要 不用继续说他 总之他说不出 那就算了 不就没事了 这就变成了 自己有正面的信念 我保贵是重要的 反应都正面了 能够道歉 能够遥书人 能够柔和 待人接物 都改变了 态度改变 说话的方法改变 多些恩典 多些欣赏人 赞美 称赞人 情绪也被神改变 第五 欣赏自己进步 感谢主 我又进步了 我又处理这个刑旅 我现在开始 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击 我开始没有那么固执 我开始没有那么容易受伤害 我没有那么多负面的想法 这些一路处理下去 我下面的内容 这个《德性母曲》 我先说了这个 就是留意刑旅 我们之前说过 处理罪 处理情绪 都可以用《德性母曲》 留意刑旅 第二 深信刑旅有破坏性 第三 用圣经的观念 处理刑旅 圣经吩咐我怎么做 这些刑旅是否合乎圣经 如何拆毁它 第四 祈祷求神 赏免我和力量 第五 选择改变我的信念 处理我的伤害 情绪 信念和行为 用属神的方法改变 取代凌虑 这是一个简化的方法 总之我亲近神去处理 这些就是我们要处理的东西 我先说过 我就不再说 大家如果想看 听到这边 想想要处理的东西 很简单 你去Facebook找叶牧 牧师的牧 因为他那边不准写叶牧师的 你找叶牧 那你就可以即时听回 现在已经在网上了 即时听回 你就看回这些东西 我有没有这些问题呢 下面有一些经文 我们真的可以一身轻 这里没有 那个我给你那个 那么我就这样口说给大家听 有些经文会帮到我们大家 我很多时候也有说 有耶稣帮助我 必不巨派 人能把我怎样呢 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 有神帮我了 我不用害怕 人能把我怎样 我就可以轻松了 不用被人伤害 神是爱他的人 预病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生未曾想到的东西 所以我爱神 神给回我 我不用受伤害 人不会拿走 所以我不用 心里觉得很惨 很惨 人不是不能够抢夺我的 我先求神的国 和他的义 这一切都加给我的 神会祝福我 提升我的生命 一杯凉水 做在小子身上 都是神纪念的 神赏赐的 所以我做好事是最好的 做不好事一定不好的 而魔鬼就会来偷窃 杀害毁坏犯罪的时候 所以我们需要改变 就是说你用经文去帮自己 处理任何的刑侣 比如有自卑的 就是告诉自己 神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溃到的日子 已经写在你的册上 诗篇139篇16节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溃到的日子 已经写在你的册上 神啊你的意念 是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神啊你的意念 是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是很多很多宝贵的意念 我们就时时去 数算这些的恩典 我们就时时感激神 来取代这个观念 就是说我没有用 我们深信我们是 宝贵是重要的 就拆毁自己生命里面 任何的刑侣 那你很想知道自己有什么刑侣 最容易问的人是谁 是你的伴侣 你说我有什么需要改 他确实会告诉你 有很多东西 他一定知道的 你的子女都会知道的 你问一问他 你有谦卑的心 你问一问他 那你如果不觉得他说得太多了 那你可以问一下教育 你说 你有没有留意到我有时 我有什么反应呢 我需要改变 你可以问一下传道 都可以帮助你自己的 亦都自己反思 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这些都是一些的刑侣 好了我想问一下大家 很简单的问题 有几个人想到你有些刑侣 你想到你可以举手 有几个人想到你 你也是有刑侣的 有些刑侣的 举手 有几个人有的 其实我告诉你 人都有的 我都有的 为什么呢 有时被人说的 反应都很容易反弹 立即会辩护 已经是一个刑侣 为什么呢 那种自我安全不够强 不能够游和地处理 这也是一个刑侣 人人都有的 被人攻击的时候 被人说的很容易 都会有很强烈的反应 最重要是知道 知道而能够改 我们的生命就提升 有些人听了很多年 每次听都说很适合 不过回家又不改 不过回家又不改 是知道 是很知道有刑侣 不过不改 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自己反思 在神面前反思 我们有没有什么刑侣需要 神去帮我们拆位 那你先拆一样 首先第一样拆什么 为什么呢 深信神很爱我们 所有觉得自己没有用 神不爱自己 神不看重自己 觉得自己都没有什么用 都已经几十岁了 都没有多少日子 都没有什么重要性 这就是错误的信念 第一个改变 我们是宝贵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你觉得自己是宝贵 你深信自己是宝贵 你才会改变其他东西 你觉得自己是垃圾 你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神面前去悔改 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求耶稣 结净我们的灵魂 释放我们的灵魂 哈利路亚 我给大家一些安静时间 安静一下 不用开声 不用开声 自己反思一下自己有什么刑侣 你最想处理的 你最想处理的 你就来到神面前 这个神 帮我 知觉 大家不要说话 你拍一下旁边 如果他会出声 你安静一点 想一想 为什么我这么容易受伤害 为什么我这么容易觉得自己没有用 你先问一下原因 我怎么可以拆毁这个刑侣 既然神马我宝贵 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没有用 我给大家一些时间 反思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 怎么可以拆毁 亲爱天父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是 純存 美丽 荣耀的 在你里面 没有任何的罪污 在你里面 你没有任何的刑侣 是完全 轻洒 喜乐 充满爱 但我们总是罪人 我们有罪 我们有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情绪 很多错误的信念在我们心中 我们容易被人伤害 容易觉得自己没有用 容易会想放弃 容易会灰心 容易被人顶撞 伤害 容易说一些带着怒气的说话 容易去辩护 为自己辩护 求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深信我们很宝贵 我们每一个都宝贵 我们每一个都重要 我们每一个都是神所爱的 每一个都是神有奇妙计划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一刻深信我好宝贵 这个不是骄傲 神叫我好宝贵 神将我变为好宝贵 我很重要 我有奇妙计划要成全 求主帮助我们 看重自己的生命 我是重要 我是宝贵的 神有个托付给我的 神有计划给我的 我跟从这个计划 就蒙福 这是第一个信念 当我有这个信念 我们就开始拆毁那些自卑 觉得自己没有用 觉得自己是发挥不到的 觉得自己没有聪明智慧 觉得自己是人家不欢喜的 这些的盈虑就拆毁了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每天去拆毁这些盈虑 建立神的坚固的信念 在里面有些坚固的信念 我是宝贵 我给神使用的 神欢喜我为神做任何事 我爱神神就欢喜 我亲近神神就欢喜 我侍奉神神就欢喜 就算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就欢喜做人 我可以喜乐 这个是另一个 我们可以建立的生命 的思想和生命 不再是觉得 哎呀 我很苦啊 我们放下这个盈虑 觉得自己很苦这个盈虑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处理这些盈虑 帮助我们活得开心 在这一刻 我想大家一起去宣告 一些圣经的说话 让我们深信我们的宝贵是重要的 让我们可以除掉这些负面的盈虑 大家跟我一起 从心底处相信 一起去宣告 我奉耶稣命宣告 耶稣很爱我啊 耶稣很体重我啊 耶稣很体重我啊 我是很宝贵的 神在我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神要大大使用我 就算我没有世上的知识 但是神会给我智慧 神给我力量 神给我喜乐 神给我奇妙计划 我生命可以发挥 神给力量给我 可以发挥生命 我可以善待人 我可以说柔和的说话 我可以不被人伤害 我可以靠耶稣得胜 我可以胜过任何的罪 我是宝贵的 我是重要的 我不要空手见主面 我不要行懒不结果子 我靠着耶稣 亲近耶稣 多结果子 荣耀耶稣 和人相处 有柔和谦卑 有爱心 我们就是荣耀耶稣 我们全阳福音 就是荣耀耶稣 我们建立人的生命 就是荣耀耶稣 多谢天父 神会使用我们的 神会祝福我们的 我们可以开心做人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 感谢主 希望大家好像这个圖的人 一身轻好不好 一身轻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一身轻 好 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